伟阳微微一笑 公子昂命贵 然则货贵者价钱也大 是吗 公子昂抖的牙齿咯咯响 你你你说 我有奇珍异宝 无数 伟阳也愚道 公子昂啊 我要你做一回人质 看魏王是否愿意 拿寒谷关与小山换你 请元帅即可修书 派特使送回安逸 我君只等六日 六日一过若无音信 纵然我想救你 三军将士也不答应 是是是 我我我即刻 小小书 公子昂毕恭毕敬 魏央蔑灭世 而又厌恶地看了公子昂一眼 拂袖去了 第四日清晨 需要确切切 卫王已经下令 卫王已经下令 即刻撤出 韩谷关关小山 小山街坊 司马错 帅 五千铁骑 星夜赶赴 华山街坊 魏军若有抵抗 一股灭之 巡日后 车英 司马错 相继从 韩谷关与华山派军使 飞马回报 秦军铁骑 已经驻守 韩谷关 小山 华山三处 关内所有魏军 已经撤出 秦军已经在各个关口 设卡完毕 魏阳接报 终于松了一口气 公元前339年春3月 魏阳 班师 回到咸阳 秦国河西大捷的消息 早已传遍中原 引起了高山雪崩般的 连锁反应 魏国朝野震恐 深感安逸处在 秦军威胁之下 立即一决 迁都大梁 魏国迁都后的大格局 恰如魏国当初 压迫秦国之翻版 秦国对魏国腹地的威胁 恰如当年魏国对秦国腹地的威胁 同样尽在咫尺 同样痛苦难当 中原各战国立即抓住了压缩魏国的大好机会 首先是对魏国恨之入骨的赵韩 发难 赵国立即趁势夺取了安逸北部的上党山地和平阳重镇 将魏国北部屏障全部摧毁 韩国则立即东进 袭击占领了信仰 广武封锁了鸿沟上游 使大梁水源受到威胁 且取代魏国包围东周王室三川地区 准备吞灭东周 如此巨变 魏赵韩三国又处在了强弱大体相等的位置 最北部的燕国则趁着赵国南下时机 一举夺取了多年梦想的大半个中山国 又夺取了灵狐不足的大片草原 从北面对赵国形成压力 楚国建魏国丢土丧尸 立即向北推进 夺回了割让给魏国的淮北六城 占据了鸿沟下游 营水上游的重镇 陈城 准备将国都由颖都迁往这里 与中原争夺淮水以北的大片土地 齐国自然不会坐视良机 首先南下夺取了楚国东北的狼牙地区 将楚国的海滨地带压缩到蓝陵以南 又西晋夺取魏国巨野泽以南地区 将魏齐边境延伸到桂陵山地 一夜之间 魏国东部屏障 竟全部变成了齐国的西晋跳板 但是对天下震撼最大的 还是秦国的强大崛起 谁能想到 本来最贫弱的秦国 非但一举恢复了始封诸侯时的广大国土 且将脚步迈出了黄河寒谷关 成了压迫中原的强大力量 更令天下震惊的 还是秦国这支新军 何夕两战 秦国新军 崔库拉朽全监卫军 此等战力 当真是匪夷所思 战国之势 人人之兵 谁都知道 秦国这支新军队 天下意味着什么 一时间 秦国新军被天下呼为 瑞士 各国莫不以秦国瑞士 为目标训练新军 秦国崛起 使战国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国初期的魏国霸主时代 已经结束 战国中期的列强纵横 拉开了序幕 在魏央大军班师的同时 韩谷关外的大道上摇车如流 中原各国纷纷派出特使 进入韩谷关向秦国表示祝贺 争相与秦国且好 咸阳城真正沸腾起来了 老秦人何曾品尝过 一等强国的滋味 简直是欣喜若狂了 三月底 魏央率领大军 从韩谷关开回了关中 将近咸阳 魏央将大军交给了车鹰 警监自己换上便装 带了京男 悄悄从咸阳北门进了城 谁知刚刚走马到府门 秦孝公大笑着从门口迎来 大良造我就知道 你会一个人回来 盈狱啊快来 魏央连忙下马 魏央行礼已经被秦孝公扶住 盈狱已经忙不迭赶来 唏嘘事累道 父亲 黑了 瘦了 魏央笑道 嘿嘿 也急事了 你看哪 卢企大秀 由黑的臂膀 鼓起坚硬的肌肉 三人一起大笑 秦孝公拉住了魏央的手 大良造 上车 今日可是两大庆典也 不由分说 将魏央扶上青铜摇车 盈狱啊 你乘后边一辆啊 说吧 亲自坐上御守位置 一斗马江 驾车向咸阳宫前持去 京南则跳上 公主盈狱乘坐的 第二辆摇车 驾车紧随其后 气势宏大的咸阳宫广场 已经人山人海 先行到达的新军 已在广场中央 列成两个整肃威武的方阵 中间红毡铺地的大道 直达三十六级台阶之上的 巍峨大殿 两辆摇车驶来 广场响起震天动地的欢呼 国君万岁 大梁造万岁 公主万岁 秦孝公在白玉街下停止 亲自扶下魏央 又阴阴拉起魏央的一只手 走上了大殿平台 两座杖鱼高的大顶下 秦国的全体大臣一起行礼 参见军上 参见大梁造 秦孝公拉着魏央走到中央高台上 向司礼大臣微微一点头 大秦国 河西大节并迁都大典 开始 顿时整个咸阳广场轰鸣了起来 那不是司竹熏驰之音 而是沉重轰鸣的战鼓号角 与黄中大吕红大低沉 气势壮阔的令人心神沸腾 国君书告天地臣民 秦孝公展开一卷竹简 积月浑厚的嗓音在广场回荡着 浩浩上天 冥冥大地 秦国朝野臣民 收复河西旧地 迁都咸阳新城 乃我秦国百年以来之 两大盛典 二十有年 秦国顺天应人 力行变法 由弱变强 走过了一条浸透泪水 汗水与鲜血的道路 秦国摆脱了旧日贫困 洗刷了先祖屈辱 痛血了百年仇恨 自此昭告 天地人神 共见 全场山呼 大秦万岁 变法万岁 国君清风 秦孝公咳嗽一声 高声宣布 人心昭昭 天地悠悠 大梁造未央之不适功勋 将永载史册 未照当年求贤令之信 今 封商屋之地十三县 为魏央领地 封号 商君 华阳 华阳落点 全场沸腾 又一番呐喊欢呼 魏央深深一躬 陈魏央谢过君上大恩 接着 又四里大臣宣读了封上其余功臣的诏书 车英 晋爵三级晋升国位 井坚 晋爵三级晋升上大夫 新军将士 按照斩首数字 与其他军功 四万余力农 平民出身的士族 分别获得了初级爵位 其中 三千余勇士 升爵达到四级 战死的数千名将士 进阶赐爵四级 后葬故乡 论功封赏之后 人山人海的广场 安静地向幽深的山谷 维稳连绵不断地粗众喘息 普天之下 立农平民得到国家爵位 难于登天 爵位权力天生与建民无援 可是就在今日这光天化日之下 万千庶民亲眼看见了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兄弟 从国君手中 从大梁造手中 败授了绝书玉印 败授了象征着家族荣耀的 伏底刺扁 与绣着金线的战袍 埋藏在多少厉农心中的辉煌大梦 竟然真的一招实现了 年轻的瑞士们 帮着落满 帮着落满荣耀的铜盘哭了 广场上的万千庶民也都哭了 梁酒 不是派特使前来庆贺 周天子特使宣读完褒奖王书 又是六大战国特使庆贺 司礼大臣领六国使者鱼贯而入 一一递交国书 又一一用最美好的言辞赞颂 祝贺了秦国和西大姐 又一一满脸笑容地表示了 愿意与秦国结好的真诚愿望 连串走完 已经将近半个时辰 秦孝公和魏央以最大的耐心 始终微笑着听完了不听 也知道内容的偏偏言辞 黑伯又来了 报君上 二十六诸侯国派特使前来祝贺 秦孝公摆摆手 不喝了 请他们入座便聊 在司礼大臣引导下 一长串使者诚惶诚恐的鱼贯走进 顷客间 套红贺表与各种礼物便堆满了长案 秦孝公和魏央相互对视 不约而同地笑了 司礼大臣高声宣布 请列国特使观看大典兵武 大典平台上的车鹰猛然一挥另起 两个方阵各自退后 将一个四千瑞士的方阵留在了中央 骤然间战鼓号角齐名 四千名剑顿甲士踏着整齐的步伐 挥剑齐武 杀声不断 一派军中歌手在高台上 引航高歌 西有大臣 西有大秦 如日方生 百年国恨 沧海南平 天下纷扰 何德康宁 秦有瑞士 水与争雄 所有的特使都如芒刺在背 惊讶地笑不出来 的确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盛大的庆典中 以如此独特的兵武 宣告杰树屈辱 并公然向天下挑战 秦有瑞士 水与争雄 在战国初期近百年历史上 这无疑是一个令山东六国 心惊肉跳的信号 商阳终于可以开始想自己的事了 从秦孝公墓地回来 商阳心里空荡荡的 他第一次感到了失忆 痛苦与沮丧 将自己关在书房里默默流泪 孝公圣年病逝 对他实在是重重一击 最令人痛心的是携手相扶的大业 半途而废 青山一崩 松柏 何存言 几个日夜 他在空旷的庭院 漫无边际地走来走去 只办了一件事情 写了一卷 词官书 收复何夕后不久 他就私谋退隐 第一次写了 词官书 不是极流永退 明哲自保 而是他实实在在 疲惫不堪了 秦公 知他 解他 没有一丝虚情 平静地披下了他的词官书 孝公 请警监问他 无商君 则无秦国 走遍天下 老秦人 都是 商君 根基 可是 正当他词官后 在小山与西年恋人 白雪易定 要接盈狱一起 周游天下时 秦孝公却一病不起了 当警监星夜 将消息送来 他一无反顾地 重新回到了咸阳 重新回到了商君府 李政当国 立定太子 并陪孝公走完了 最后的一程 这次是他第二次 写词官书了 新君明日即位 他将郑重呈颂 这卷词官书 即位大典之士 他已经交给了警监 车鹰 不用亲自操持了 他要做的事 尽快善后 整理需要交接的官文 集中属于自己的典籍书卷 所有事都集中在书房 书房之外 完全用不着他操心 盈玉说他未免太急 侄子刚刚即位 辜负商君 就要辞官 似有不妥 商鞅笑笑 也不多说 只顾在书房里 忙自己的 商鞅不好对 盈玉明说的 是一种局外人 很难察觉的 特异感觉 从盈寺回到咸阳 商鞅就感知了 这位沧桑太子 和自己的疏离陌生 太子非常敬重自己 进了商君府 恭敬地超过了 寻常官员 正是这种境 让商鞅感到了 内心的远 对人心人情人事的洞察 商鞅是无与伦比的 这种沟壑 他看得很清楚 留在国中 与新君貌合神离 上下不同心 岂能再度开创大业 况且 新君盈寺已经完全成熟 自己这个镇主权臣 留在国中 多有不便 更重要的是 商鞅看到了 孝公死后短短时间内 迅速聚拢的政治阴霾 商鞅辞官 一个重要的预期目标 就是想引出那些神秘的影子 看看盈寺这个新君 能否做 中流砥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